本期精彩内容 瞄准太空经济 他们勇敢进军星辰大海 我们在国内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当时我们的第一颗卫星去申请发射许可的时候 表都不知道该怎么填 7年发射30颗卫星 他们构建更宏伟的卫星蓝图 规划了一个120颗星的这样的一个星座 形成一张网能够对于地球进行全覆盖 走进中国商业行天灵跑者 天移研究院感受中国之力 说到卫星你会想到什么呢 是庞大的昂贵的或者是遥不可及的吗 那么接下来要瞪大眼睛了 这就是天移研究院研制的卫星 别看它非常的小巧 我一个人都能够搬得动 但是它可是正经八百可以上天的卫星 这是一颗我们标准的六优立方星 我们这颗卫星大概八公斤左右 虽然它的个头比较小 但是功能非常的齐全 我们这颗卫星是18年发的一个同川一号 它的主要功能是给清华大学做的一个科学研究 这项探测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发到内奇尔天文子刊 然后我们这个微角卫星已经上了内奇尔天文子刊的封面 这颗卫星是我们后期研制 大概是2020年左右发出的一个12优的卫星 那么这颗卫星它的功能比6优卫星稍微强大一点 它是北航空11号卫星 这颗卫星实现了就是我们国家对天机的那个所有航空信息的一个管制 同时它搭载了一个激光通信载盒 能够在20公斤体量的情况之下实现天地的激光通信 这个是我们的能源系统 首先通过它把能源吸收进来 然后通过我们里边的储能系统 然后供整个卫星的那个整个能源的使用 像这个预设的小块是我们的泰米 作为卫星支控的一个重要部件 就是我去找太阳用的 那么我需要充电 通过它知道太阳的位置 然后把整个卫星去对着太阳 还有像这种我们的这种小天线 各种小天线 有些是用于我们卫星做定位导航的 有些是用我们数据传输的 我们刚刚说的激光通讯就在这个点上面 就对地的时候可以对目标进行指向 那个指向精度非常的高 我们有一些是做这种微带天线的形式 这样的形式的话 它就会节省比较多的空间 那无论是那一台还是这一台 其实我们普通一个人 这个正常力气的成人都可以搬得动 对的 更快 更小 更好 这是天一研究院创始人杨峰 造卫星的理念 自2016年创立以来 天一研究院建成的卫星工厂 已经可以实现年产能50颗立方星 和10颗500公斤级平板卫星 那么接下来我们出发去北京 杨峰 我看您这个衣服挺有特色的 有啥故事吗 这衣服是我设计的 你信吗 就是中国航天原来都是体制内的 所以我们的体制内穿的都是工作服 非常板正的规矩的工作服 那既然我出来创业做商业航天 那我是不是可以更活泼 更时尚 所以我们当时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工作服 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国旗的文化 然后包括这个在航空航天里的这个 这个飞行前移除的这个飘带文化 然后包括徽章文化 以及飞行员夹克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它全部的融入到了一起 那这个徽章应该是有特殊的代表意义的 没错 这个一就写着2016年 第一次的卫星发射 第一次发射 这是一个发射徽章 第一颗卫星叫肖香一号 XX肖香一号 所以这个是那一颗卫星的徽章 我们还专门有一个 我们叫天移护照 我们每一次发射的任务徽章和卫星徽章 都会做成这个徽章 然后我们可以贴在我们的这个天移护照里面 你参与过哪些任务 都会贴上那个徽章 从我们的这个 第一次发射 2016年 第二次 2017年 到了这一次 2019年 这个楼星号 这是我的家乡 楼底楼星号 这个卫星是中国首次海上发射 此次任务同时还搭载了四颗威纳卫星 开展其他科学技术实验 有一个统计吗 现在上面有多少个徽章了 18加30吗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射过18次 然后发射过30颗卫星 其实卫星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三大类 我们叫通导摇 通信 导航 摇杆 通信卫星 我们把它比喻成电话机 它就用来传输数据的 那甭管是什么数据 是上网也好 还是打电话也好 导航卫星 这个大家平常用的比较多 定位的 就是定位导航 你就把它当作一个导航仪就完了 从这儿到那儿 定位导航 这就是导航卫星干的事情 第三个呢 你叫摇杆卫星 摇杆卫星你把它当作一个照相机 就完事了 它就是给地球拍照的 天翼的卫星主要是分两种 一种是科研卫星 一个是我们的SAR卫星 科研卫星的话 就比如说我给我的母校发过一颗卫星 北航空式卫星一号 那么这个卫星呢 是针对飞机的这个民航客机 它的这个ADSB的这个信号 不仅仅从过去的地面雷达采集 到变成天上的天机的卫星采集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种卫星技术一旦突破了之后 然后未来全面推广了之后 就可以解决马航370失联的问题 因为马航370为什么会失联 是因为它在地面雷达 这边的雷达和这边的雷达 中间的空隙它关机跑掉了 所以它导致了你的地面 找不到它在哪 但是如果天上能够对它进行监测的话 它就不准备盲去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 面向未来的一个新技术的 这样的一个科研类的卫星 然后从SAR的角度上来说 摇杆卫星里面分为两大块 一块叫做光学卫星 或者我们叫做被动摇杆 我们看到那个彩图的 那个就是光学的 是的 那么还有另外一类 我们叫做主动摇杆 叫微波摇杆 就是我们的SAR卫星 它是雷达 就相当于自己发射电磁波 自己在接收 那么这样的话 它可以穿云穿雨 然后同时也不需要太阳 晚上也可以成像 然后同时可以用雷达进行测量 找到毫米级的差距 像这种卫星在我们的应用领域 就在什么样的场景 大家可以用到它 那么首先第一个 在我们国家的主要是 这个自然资源领域 我们对于我们所有的国土的规划 耕地的保护 林地草地这样的监测 对于地物识别 然后对于这些目标的判断 那么都是用这个腰杆卫星 然后第二个呢 现在大家用的在SAR卫星 用的最多的领域 是在应急救灾 这一块来说 就大家所听说的 所有的灾动 除了旱灾 不需要撒卫星之外 那么几乎所有的 地震 水灾 身体滑坡 包括这种 住房的安全的倒塌 等等 包括交通的安全 都需要用到撒卫星 我们最早做的一个 让全行业都成为标杆事件的 就是苏伊士运河撞船的那件事情 那么我们是连着三天提供了 苏伊士运河的从撞到挖 到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就你可以想象一下 假设你有一条船 在苏伊士运河门口拍着队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等着 第二个选择绕 飞到南边 绕到欧洲去 你选择等还是选择 我很难选啊 因为你没有信息输入 对不对 但是说如果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数据 告诉你三天之内就挖的差不多了 那你肯定等 对吧 其实萨卫星在救灾的事情上 其实我们一直是在为全球 不只是国内 为全球的各种应急救灾 提供数据的支援和服务 像我们拥有三颗卫星 并且已经是投入运营的了 是在整个行业 甚至整个世界当中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我不敢瞎说 我觉得我知道拥有三颗 萨卫星以上的国家 我觉得数一数 大概也就不到十个吧 拥有萨卫星这个技术 本来就很难 我们做的不是一般的大型的萨卫星 我们做的是小型的萨卫星 小型的萨卫星 等于要把功能 把它集成度做高 把它做成低成本化 这个就更难 然后同时我们把小卫星 做到了大卫星的能力 就难上加难 就是我很小 很便宜 但是它的能力跟大的相比 几乎相当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 非常自豪的一个点 作为国内首家运萨 现在我还做不到 随时都有卫星 在任何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发的越多 它就能够形成一张网 能够对于地球进行全覆盖 我们自己是规划了一个 120颗星的这样的一个星座 来实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组网 至少保证全球任何重要目标 11分钟的这样的一个重访 的响应速度 那像这个120颗星这个计划 是计划在多长时间内实现的 5年我们觉得说 应该就能做到 其实我们现在 很多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需要更多的资金 来把这个卫星发上去 你说这个让航天触手可及 我觉得其中还有一个 就是它真的具备可消费性 就是当我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我真的我就可以 花不太多的钱 去购买这样的服务 首先第一个就是如何核实 你是一个合格的 可以采购数据的单位 这个我们要根据国家相关的 管理规定 然后来对照的判断 你这个需求 我们可不可以给你做 我们最快的一次 从卫星成像到交付数据 大概在两个小时左右 就咱们这个节目的观众 如果有任何奇思妙想 其实我们都愿意配合 来给他们提供 卫星摇杆的这个服务 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这个框架范围之内 80后楼底小伙杨峰 2003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电子工程系 2008年 当杨峰看到马斯克的SpaceX 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私人火箭 它的商业航天梦开始萌芽 2014年11月 我国首个支持商业航天发展的政策出台 鼓励民间资本研制发射和运营商业摇杆卫星 这一文件唤醒民营航天发展的春天 杨峰也意识到 他的梦想终于迎来了 可以付诸实践的一刻 2016年天一研究院创立 其实我们听到天一研究院的时候 好像是国家队 就很像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科研院所 最开始为什么会想做这样一个机构 在2016年 你自己说出来做一家企业 做商业卫星走出去 大家都把你当骗子 对吧 只有非常懂行的人 他可能才认为你稍微靠点谱 甚至其实我们在行业内 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不现实 但是更多的外行会认为我们是骗天方夜谭 因为没有人做 所以我们申请名字的时候 就可以加个研究院进去 至少从名字上走出去 形象上可以显得稍微的严肃一点 正规一点 我们在国内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正儿八经第一个民营企业 自主研制卫星的就是我们 有没有自己评估一下 做这件事难度到底有多大 民营企业需要靠自由资金来研发卫星 还要打开市场 还要把它卖出去 这件事情其实从每一个环节 都是非常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非常难 但是我们又相信另外一个简单的逻辑 就是我们国家在任何的一个行业 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开放的过程当中 都产生了巨头 就是从宏观上觉得说 这个行业一定能跑出来几个赢家 为什么不是我呢 就大家都很难 我知道 但为什么一定不是我呢 你发现当时最大的坎在哪 卡在什么地方了呢 就没人教你该怎么做 所有的东西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那么比如说我们当时 我们的第一颗卫星去申请发射许可的时候 表都不知道该怎么填 上级主管机关都不知道该怎么给我们审批 没有过 国家的确有大政策 说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到卫星研制这个领域 但是没有执行细则 它那个表还是十年前的表 所以那表都不知道该怎么填 以往卫星的重量多在墩级 成本多在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元 研发周期多在数年 发射成本多以亿元级 如果商业卫星也这样造 需要花费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收回成本 而小卫星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小卫星研制周期短 一般在一年半以内就能够完成研制 发射方式灵活 可随其他卫星搭载发射 研制成本和发射成本大为减少 就是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做的卫星就没有去做原来国家队做的那种几吨重的庞然大物 我们选择了国际上最通行的小的十公斤的立方星开始入手的 就这么大 我觉得我一直非常认同互联网的一种叫最小试错成本产品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我从低成本的小卫星入手 所以那个时候就这个跨越的技术门槛和跨越的这个资金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高 但是逐步的发展的话还是要去替改 还是要靠自主研发的一些技术去支撑它是不是 我们一直说更快更小更好 那么什么叫更快 就原来传统上卫星是一颗一颗造的 都是飞标定制的 那么所以一颗卫星几百号甚至上千人 然后三五年时间围在一起把一颗卫星干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像流水线生产汽车一样来生产卫星 然后第二个更小 原来的卫星几吨重 现在的卫星几百公斤 未来的卫星几十公斤 我把一个几吨重的东西做成一个几十公斤 甚至做成一个几公斤的东西 所以这个叫更小 那么更小其实意味着更便宜 对吧 然后第三个就更好 就是在满足前面这两个前提的情况下 我的卫星的可靠性 我的卫星的各种技术指标 我的卫星的载轨的性能比原来还要好 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出现计算机的摩尔定律了 就是永远把自己的卫星造的更快 发的更快 卫星越来越小越来越便宜 同时它的能力还要越来越好 便宜的卫星的成本可以低到几十万元 贵的话呢 要几十个亿 那么根据卫星功能的不同成本也会大不一样 那天一研究院呢 采用了一个很聪明的方式 就是用大量的工业级的零部件 替代了以往的宇航级零部件 这个便是我们卫星里边常见的一些原型件组合 拿这个虚电池组来举例吧 我们国家对象用的那种宇航级的那种虚电池 一块可能就是几十万辆级 那么我们为了降低这个成本呢 首先就开始用了这种工业级的 当然你直接发上去 发到天上可能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上面进行的 我们自己的一些筛选加固 比如说我们这些电池包 整个的里面能源的一个汇流 包括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温度的温控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均衡的措施的处理 然后自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小的系统 然后可以进行自我保护 每一届电池出现问题 我们实现隔离 那么我们这个电池已经上去工作四年了 然后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就是成本虽然降上去了 但是依然可以保证它的安全和有效 对 这里是我们的部件测试区 我们通过长期的发微信 然后在工业器件在载轨讨核 形成了一个工业级器件的库 就是它不好的我们就淘汰掉 那好的我继续沿用 那么现在这个库逐步的扩大 大概到了20万量级的一个 那种组容器的器件 那么这个库的就是相当于 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技术了 如何在天上用工业级器件 能够达到一个我们预想中的可靠性 这个测试是根据的 就是在天上载轨的数据反馈过来 然后我们再去进行测试 还是我们在地面都可以完成 在地面是做初步的筛选 还有环境实验的考核 到了天上之后 我们判断它的每个原体件 它自己在载轨的表现 如果好的话 我会加入我们这个库 如果不好的话 我就摒弃以后再也不用了 那么以后 后续发生的卫星相当于可靠性 是在前面卫星的可靠性的基础上 逐步往上面去找的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是什么 它严格来说叫新建分离机构 实际上它是送卫星上天的 最后一层的一个工具 就是我们卫星上天的时候 是把卫星放在这个盒子里边 然后这个盒子是装在火箭上面 然后我们会设置一些减震的机构 然后火箭上升的时候 很强的震动通过这些减震 几集的减震之后 我们卫星会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之下 然后入轨的时候 那个盖子是盒上的 火箭给我们一个信号 我们会把这个盖子进行解锁 然后盖子打开之后 我们整个卫星弹出去 就实现了一个新建分离 所以它就叫新建分离机构 最早的我们做立方新的时候 因为国内还没有 在欧洲这边大概这么一个箱子 大概是人民币60万 那我们现在自己研发的话 成本是多少呢 我们应该可以降一个数量级 这个箱子看起来是简单 但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可靠性要求必须的高 如果它出现问题 我们整个任务宣告失败 得分为零 这个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土的办法 在二楼通过自由落体的形式 去抛制颗卫星 它自由落体的时候 是属于相对失重状态 然后去进行分离 刚开始是分不下去的 后来我们进行逐步的技术迭代 让它能够很正常的分离开 摔了多少次 我们摔了几百次 虽然半发土 但是确实有效的 对我们现在发展了30颗卫星 有20多颗都是通过这么一个技术 继承下来的 然后成功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当然除了这个 新年分离机构 还有很多的产品 是属于我们自主研发的范畴 比如还有哪些元器件 比如说我们最核心的新载计算机 我们能源管理系统 我们的测控通信系统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研发 目前我们的自主研发率 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2016年11月10日 上午7点42分 肖乡一号卫星成功发射 肖乡一号在九泉 由长征11型火箭发射升空 并顺利入轨 优优独播剧场 16年17年 我们刚发射完 哇那个兴奋狂欢 那个激动 那就比如说最早 我们做了一颗卫星 打上去之后 我天天睡不着觉 因为那颗卫星 一直在出问题 然后每天 我好不容易睡一小会儿 然后我打开手机一看 那个卫星的那个群里面 无数条消息又出问题了 因为他们的讨论 怎么解决 我特别怕看手机 我特别怕听到 他们给我打电话 我就想把自己关的 让他们找不到我 这样我也听不到 那些坏消息 真的 这是最早的时候 就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这种紧张感 就渐渐的消弭掉了 应该是2019年第七次 就是那个海上发射 那颗星的时候 然后那当时因为 他在海上发射有直播 然后我们公司有一个女同事 然后自己下楼吃饭去了 然后他走回来 看着我们在看电视 然后他说了句 哦发完了呀 哦那我那我继续去干活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 对于我的触动还是挺大的 那么所以我也慢慢的开始觉得 好像也不是个啥事 然后发射 也不是那么紧张的事情 2023航天发射收官在即 一日两破记录 值得夸一夸 大家好 我是卫星创业者杨峰 大家好 我是杨峰 一个造卫星的创业者 火箭呢 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那么除了动力很重要之外 控制系统 我觉得同样也是火箭的核心 伴随着国家航天事业的突飞猛进 杨峰一方面努力把天上的星星 打造得更接地气 另一方面 他积极在社交媒体上 跟网友交流航天话题 截至今年1月初 他的短视频账号 已发布366个 与航天相关的作品 粉丝量22.1万 获赞178.4万 其实最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一直还是源自于 我们的这个slogan 让航天出手可及 那么让航天出手可及 有一部分的工作 就是让更多的人 能够学到更多的航天科普 让他有这个概念 对吧 然后有很多人 他可能有很强的知识水平 然后也在干着其他行业 他只是对航天没有认知而已 我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跟他产生联系 有的人会认为你是个科学家 有的人认为你是个企业家 你自己怎么定位自己 我肯定还是个企业家 严格意义上 我不能算是个科学家 我们公司的很多的技术的团队 他们甚至都不能称之为科学家 他们叫工程师 在我看来 所以航天其实既要有 像航天科技 航天科工 中科院 这样的国家队的巨头 然后同时也要有像天仪 这样的商业公司 大家不是一个竞争关系 我们的目标 从来是当好中国航天的友谊补处处 跟它形成差异化 发展不同的路径 要做到产生足够多的收入和利润 来反补航天的发展 这是我觉得我们该做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